下面請收聽由林少明為你播講的長篇小說 《孫中山》 原文在族 書接上回 上回說到 孫中山準備 帶張靖江一起回中國 他回來就對了 正是時候中國這邊 炮火連天 打到翻天覆地 陳其美和蔣介石 正是帶領部隊圍攻南京 已經攻入聖寶門 兩方正在浴缸 蔣介石對陳其美說 我們不能只在這裡跟他打 拖延時機 應該馬上插入總督衙門 陳其美就笑 你在杭州抓了秦府 上了人 現在又想攻打總督府 抓了制台 蔣介石 那時候 尹瑞智 尹維俊兩個姑娘 飛快走過來報告 哎 制台走掉了 還有 江防軍的統領 張昏也走 現在呢 抓到他的妾侍回來 尹維俊說 那個女人啊 很爹調的 哎 像狐狸精那樣的 我帶了她來的了 陳其美就說 哎呀 你真 人來又亂來的 你抓個女人啊 幹什麼 你自己說的嘛 一切矯鑊要歸功嘛 尹瑞智呢 就聰水點 快地把女人綁綁綁 趕她走 現在攻佔南京呢 門青政府呢 就搖搖欲嘴 陳其美呢 在他的袋裡拿了一張紙條出來 交給蔣介石 這是孫中山先生 在巴黎的地址 你馬上發個電報給他 報告說我們已經攻入南京 請孫先生 立即回來主持大局 蔣介石說 是呀 是呀 孫中山先生 應該立即回來的了 黎元洪那個家伙 算了什麼呢 居然做了革命元老 真是沒有狗拉貓吃屎 唉 黎元洪呢 更其次 最令人擔心的就是那個袁世凱 此人野心大 現在好像君臨天下 趁火打劫呢 這個家伙來勢洶洶 要認真恩愛他才行 他已經派了那個尤傳大臣唐少儀 拿著橄欖支來武漢二和 蔣介石就說 是啊 袁世凱是最會轉空子的 他知道滿清政府不支持得多久了 他當總理大臣 他現在只是做了太上皇 他可以協天指令諸侯 他有實力嘛 他可以跟我們革命黨眉來眼去 用我們革命黨來嚇那幫滿清皇宮大臣 他現在左右逢源助收如人之利了 蔣介石呢 他認為問題呢 都不在於袁世凱如何奸詐滑頭 問題就在於革命黨裡面有些人呢 頭腦不清醒 連王興啊 都居然希望袁世凱做什麼 中國的華盛頓啊 中國的拿破崙啊 唉 張太炎啊 就更加沒有譜 陳其美就說 那個張太炎啊 他說革命軍卿 就革命黨清啊 連革命黨都不要要清了他 蔣介石就嘆了一口氣 我們同盟會呢 本來就一盤散沙而已 國懷心事 唉 張太炎呢 連這樣都還不夠 還要取消他 現在呢 南京已經收復了 南北以和呢 就開始了 在上海 南京路市政廳大樓 現在呢 就開展一輪 南北以和的談判了 袁世凱派的代表 就是唐少儀 他現在呢 就帶領隨從 走入市政廳的會議室 南方革命黨代表 是五庭方 他和副代表 汪精衛呢 在門口迎接 汪精衛呢 到底呢 到底呢 被他當上和談代表 那由於他呢 很幸運 又有應急能力 所以他當代表呢 也可以的 但是呢 因為汪精衛呢 極力指張議和的 又很推薦袁世凱的 所以呢 有些人呢 就不太看得起他 反對他做代表 但是因為他呢 是坐過滿清的天爐 差點五馬分屍的 所以呢 在同盟會呢 他威望又挺高的 那些人呢 勉勉強強 好了好了 就給他做副代表了 現在呢 要說一下 唐小義 和五庭方 這兩位 議和代表 這兩個人呢 是當時啊 頂尖的談判高手 在外交界呢 是最有份量的人物 這兩個人呢 好像清過那樣 半斤 八兩一點都不多 不少吧 兩個人無論學歷 做官的資歷 學問修養 都是旗鼓相當 不分上下 甚至啊 連相貌風道都各有千秋 又這麼巧啊 兩個都是廣東人來的 五庭方 六十幾歲 三日一 貌堂堂 風道遍遍 風流的黨 一看下去呢 整個大外交家的風采 唐小義呢 比五庭方 小八歲啊 他呢 留著三樓長騷 三日一表詩文 舉指文雅 談吐得體 一副大學者的風道 兩個人學歷又相當 五庭方是留學英國的博士 唐小義是留學美國的博士 兩個人講得一口流利的英文 也都熟悉中國的詩詞歌父 十分有學問 兩個人做官的經歷呢 也難分高低啊 唐小義呢 是做過外務部侍郎 當過奉天秦府 又全部上書 又做過很久的外交官 五庭方就跟隨李鴻章十幾年 經常參加外交談判 做過法律大臣 回辦商務大臣 外務部又侍郎 又當過很久的外國公使 兩個人都是大官出身啊 非同小可人物 五庭方 他人比較開明 武昌起義之後呢 他在上海宣佈和滿清 一頭兩段的投向革命 這次南北和談 大家一致推舉他做和談首席代表 唐小義呢 因為他學歷 知力都無人可及 高人一等 加上他是廣東人嘛 跟孫中山是同鄉嘛 會講廣州話的 所以袁世海呢 就派他做首席代表 這兩位代表呢 大家都相識的 以前都時常打過交道的 這回就各位其子 一場唇槍涉劍都開始了 嘿嘿 正彩處 就令人迫愛嬌絕了 唐小義進到會議室 今天主客兩方坐落之後呢 唐小義就開口了 哈 前一陣子 在城隍廟擺地攤那裡 買了一套四夫全師匯妖 真真正正的善本 五庭方就說 哎呀 你真是好眼力 這樣都被你找到一個寶貝出來 嘿嘿 我什麼時候有空呢 一定來參觀 讓我開眼界 嘿嘿嘿 說開又說 你們貴鄉呀 真會那裡 嘿呀 人才背出 山明水秀 好地方呀 我什麼時候有空呢 哎呀 去參觀 到時候如果你有空呢 哎呀 那就請你老公 帶我去開眼界 好好好 哎呀 不過我們這些地方 怎麼跟你們鄉山呀 你們鄉山呀 真是人民會取 不要說別處呀 就說你們唐家灣呀 異山磅水 出多少人才 真是風水寶地 哈哈哈哈 兩個人在那裡互相吹捧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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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啊 談判成功呢 我就一定抽時間 去向山 去新會 開眼界啊 哈哈哈哈 兩個代表呢 就哈哈一笑就引入正題了 從遠到近 從輕到重 然後講一講一講一講 就說一講一講了 唐少義就說 我在北京呢 我們緣總理就吩咐我 這次談判呢 應該以避免戰爭 恢復秩序爲原則 只在避免国家分裂 五庭坊接着 对对 化干哥为欲白 这就是我们的愿望 你看看我们现在本来有能力 一直打到北京 十七个省都已经掌握在革命军的手中 满清皇朝已经风雨飘摇 五庭坊这番说话 真是说了乞章有力有板有眼 但唐绍仪一点都不示弱 他滋滋油油地说 关于君主制度 袁总理就再三申命 万万不可变更 总理说他身受国 忍自当捐驱报国 只有维护君主立宪 不知其他也 难道这就是你们的底线 是啊 汪政维见到大家谈不完 就快点插嘴 这些都可以从长计议大家商量一下 五庭坊接着说 昨日我接到孙中山先生的电报 我们基本原则是推翻满清政府 建立共和体制 废除皇帝专政 当然 我们并不排除礼遇满人 对皇族实行优待的做法 哦 那照吴先生所说的 如果不承认共和 就不能开谈判之门 唐先生你说得对 确实如此 哦 好啊 那就事不奉陪了 唐少尔说完就站起床 所以五庭坊一点都不承认 你站起床我站起床 一起站起床的 不分胜负 啊 五庭坊这个人 确实是聪明绝顶 那么两家都站起床 喂 谈判就破裂了 没得抹 你五庭坊说什么呢 他微微笑 唐先生 你想去洗手间是吗 来来来 我陪你去 唐少尔的当堂 省水就顺水推舟 是啊 是啊 哎呀 不过这样就不好意思 怎么要你啊 哈哈哈哈 两个人呢 又说又好笑 刚才的争论 全部都忘记了了 一切就走入洗手间 五庭坊就微微笑说 唐博士 我知道 你内心呢 其实是赞成共和的 唐少尔也微微笑说 哎呀 博士啊 在厕所来讨论这个问题 喂 会不会有点 最热烈的感觉 哈哈哈哈 哎呀 唐博士 你无论在多干净的地方 来做政治交易 一样这么烈烈的 你说是不是啊 哦哦哦 哈哈哈哈 哎呀 两个人笑了一会儿 解手完了 就去到洗手盆那里 两个人一起把热水龙头打开 那些热水的水器呢 就蒸上来 就把镜子弄成蒙茶茶 沾满水器 那在镜子里呢 你又看不到我 我又看不到你 大家都没什么尴尬 五庭坊 在镜面上写了共和两个字 又写了个等号 旁边再写了个唐字 唐少儿就一边笑一边说 哈哈哈哈 五先生啊 你真是恶而不赦 哎呀 唐先生 你都是留学美国的博士 自幼呢 就接受西方民主的分土 那我说句老实话了 我就不相信你 你真是这么流暖君主仔 只不过呢 你有些不方便说话而已 是不是啊 这样啊 你可以影响他的嘛 跟着五庭坊呢 在镜头写了很大的原意 袁世凯的原意 唐少儿就说 哈哈哈哈 那 好吧 那等我劝一下袁公啊 不过 我说句老实话了 君主制也好 共和制也好 袁公想的东西呢 你都一定很清楚的了 哎呀 这个很商量而已 我们这些人呢 包括孙中山 王兄 都不是好热 充全力欲望的 唐少儿就连 说了两个 好好好 跟着他拿一张纸 在镜头里 一抹 一张纸 抹干净 现在呢 大家摊牌了 那边呢 就说员工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 不用说了 都是做总统啦 南方这边呢 就说这件事可以商量 和谈就取得好 但是进展啊 就是1911年12月21号 香港呢 那天气甚好 万里无运 蓝天影仰下 维多利亚港 海瑞显的特别蓝 那香港人呢 就知道 孙中山 在新加坡 京香港 回上海 所以香港各大七十二行呢 都派代表来到码头迎接 这次呢 香港当局的整个变了 他就不肯理会 满清政府的要求 不敢拒绝孙中山上岸呢 不单止这样啊 还表示 欢迎孙中山来香港 但是这次呢 孙中山反而不肯上岸啊 他说没有空 他要赶着去上海 孙中山 只是站在船的甲板上面 向着来欢迎的队伍 来招手 多年来啊 他第一次 心情这么愉快 来到香港的港口 胡汉民 廖仲海 陈少白 几个人呢 就上船 在甲板上 跟孙中山热烈握手 那孙中山的船仓呢 就很小的 就没办法坐得那么多人 只好呢 就分批在甲板上接见他们 每个人客气说几句话之后呢 就胡汉民 廖仲海 陈少白 就留在船仓那里聊天 胡汉民就说 门清政府呢 现在呢 就丧俊人心不足为患 他倒台呢 只是迟早的事而已 不过呢 袁世海 也心勃勃 都要加以提防啊 廖仲海就说 袁世海啊 派了唐少尔 来到上海进行接触 孙中山就说 袁世海呢 他勇兵自重 自在高位 其他都可以商量 但是 他如果要保留君主体制呢 绝对不能让步 胡汉民一吐气说 现在从来到外啊 很多人将袁世海捧到上天啊 我看啊 这个人就不可信任 你不用说啊 你想当年 他出卖康梁变法 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的了 接着呢 胡汉民 和廖仲海 就劝孙中山 千万不要回上海 南京 咦 孙中山已经坐着船回上海了 为什么这两个 最重要的部下 会劝孙中山 千万不要回上海呢 到底有什么事情呢 欲之后事如何 且到下回分解